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雪花纷纷扬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施惠那天 来客众多 你要找的丫鬟 不一定是我府上的 如果是这样 恐怕就不好找了 那我要是一家一家 登门拜访呢 那恐怕会被打出来吧 要不算了吧 其实还有个办法 就是有点过分 还要过分 姐 我怎么能回家 若若 你认识林婉儿吗 见过情面 说过些话 她住哪儿 她患有肺劳 常年在皇家别院降养 这也不认识根源还在她身上 走 去皇家别院 你要去 杀她 随我来 你不进去 我不进去 他们俩是疯子 你不进去 若若小姐 稍待片刻 我这边去通船 多谢 范若若到了皇家别院 说是带了个名医 想跟婉儿搭搭卖你 姑姑为何小得古怪啊 那个名医 就是范贤 婚事未定 怎能相见啊 听说范贤是废界的弟子 用读者 亦是医者 让他们见 姑姑 您不是一直不愿意婉儿嫁给范贤吗 范贤刚从靖王府出来 说要找一个丫鬟 那个拿起腿的 你知道了 偶有耳闻 婉儿不愿意嫁 范贤自己也不愿意娶 唯一不松口的 便是陛下 若是能让婉儿厌恶 甚至痛恨范贤 或许陛下 能重新考虑 我明白了 范贤假扮医者 是为了惹怒婉儿 毁了婚事 这件事上 我希望她顺利 你说她能见着林婉儿吗 久病之人自然会见范姨 你说为了一个丫鬟 舍了一个郡主 这买贤不是亏大了吗 是亏了 在这城里边 只有她一个人会这么选 我才有许说 我一直都冤怒 我可怕刘在这儿 不要搞她了 我这就买贤 你的脖子 你不知乎 不知乎 你不知乱贤 你说哪有点 脖子 若我小姐就等 还有这位神医 请跟我去见郡主 贪色好斗 顽劣无知 婉儿不会嫁给你那个 无药可救的哥哥 你转告范贤 他若贼心不死 这便是他的下场 刚才那人谁啊 你知道林婉儿的身世吗 长公主的孙生女 林婉儿的亲生父亲 就是当朝的宰相林若福 这我也听说过 林相啊 有两个儿子 刚才那位 就是林府的二公子林拱 也就是林婉儿的二哥 看他刚才那架势 好像不是很喜欢翻车 干嘛他不喜欢啊 哥我我也不喜欢 林拱平时最疼自己这妹妹 打小就疼 要是哥我 我也不乐意自己的妹妹 嫁给这种人 你想范贤进了京都 闹了多少的事啊 我还这么跟你说 要不是林府管教研 要不然就冲二公子这脾气 早就杀到咱家来了 话都说了 请便吧 二公子 我今日来 是带这位名医 来瞧瞧婉儿的病 婉儿得的是肺牢 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 你找了这么个年纪的 还敢叫名医 你干什么 走开 三啊 来人呢 把这忠实弄个林屋医赶走 二啊 莫名其妙 一 我说什么来着 公子这个病啊 这是 什么有所 快让我救人哪 公子这个病啊 耽误不得呀 公子这病 公子这个病啊 隐匿已久 幸亏今日遇到了我 此病能让人心痛如脚 一旦发作 耽搁不管 必是生死之危啊 速速服下这个药丸 公子你再不吃这药丸 你就药丸哪 奇效甚快 这病叫什么名字啊 此病名为何企疗 什么意思 嗯 说明病情诡秘 往往不知因何而起 最后只能放弃治疗 还愣去干什么 退下 是 是我错了 先生确实是名医 先生可否不计前嫌 为我妹妹搭个卖 医者父母心嘛带路 你会随便 疯伤 我 老子就是犯贤 真就来看看自个儿媳妇 长什么处样 我就不信了 我今儿闹成这样 你们还不让老子退婚 放心 先生 再想病情 我先搭个脉 对不住了啊 我这么闹 也是为你好 辛苦先生了 你 你是谁啊 你是谁的书童啊 先生 可有何不妥 若知此病 还需药引 是何药引 庆庙偏定 相按下一支游击图 这药引子 好生奇怪 我好生病 隼稳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里边打起来呀 你说这姑娘家家的有什么好的呀 话又多 事又多 依着我看呀 还不是数钱有意思吗 你年纪还剩小 我不小了 再说了 这跟这事也没关系呀 要不你试试 找我姑娘接触接触啊 这 这看着还不错啊 要不我试试 这个好 这位姑娘 暂且留步 可否与小生 共推排酒啊 你是哪儿的 在下 司南博之子 范贤 我若是范贤 姑娘便跟我推排酒啊 我 这是什么固长啊 这是固长的固长的固长 这是固长的固长的固长的固长 这是固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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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长 女人好可怕啊 你二人在干什么 我在看病 不需要大脉吗 看面相就行 看出什么了 小姐是不是常常咳嗽 是 是不是日渐消瘦 是啊 是不是长流虚汗 是 是不是猖獗的潮热 这都是面相看出来的 有没有卡血 一定卡了 结果怎样 确诊了 是非吗 这不早确诊了吗 还用你告诉我们 知道病情便可治病 真能吃 饮食怎样 已经注意了 禁绝浑腺 保持清淡 你们这便是在害他 和解 肺劳乃是慢性消耗病 病人正需要浑腺 若是吃得少了 就会日渐衰弱 鸡腿什么的 完全可以多吃 只是多吃荤食 怕会恶心作呕 没事 吐着吐着 就习惯了 这也行吗 回头我给小姐开个方子 还有啊 就那个窗户没事常打开 要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至于晚上要不要关 那就小姐自己决定了 毕竟 还要防着别人夜里进来 二公子 我们先告辞了 卢儿小姐 此名医颇有才学 这件事 算我凌家欠你情分 但我还是那句话 绝不会让你哥 娶我家婉儿 因为婉儿已经有了心中 憧憬之人 谁啊 该是礼部尚书之子 宫中编撰 郭宝坤郭公子 郭宝坤 二公子我们先告辞了 郭宝坤 我 我怎么 郭宝坤 二公子 刚刚那人是谁啊 若若请来的名医 颇有手段 你怎么见死不救呢 好歹也是个大侠 那女的刚才 一胎掉她就踹我 你也不说管管 给我银子的是你哥 不是你 那你做得对吧 你可出来了 怎么可能是郭宝坤 太狗血了吧 什么郭宝坤 她都吐狗血了 是不是郭宝坤 你自己问她便是了 不是约好了今晚见面吗 姐 跟谁见面啊 鸡腿姑娘 说好了 走窗 屋里收拾下 是 退婚的事我听说了 这范贤静如此无礼 你放心 二哥绝不会让你 嫁给那个粗鄙之徒 此事也怪爹 堂堂宰职 一句话就可以 断了范家念头 他偏偏不堪 毕竟我不能算是林家人 爹也不好干涉 怎么不算 你就是我林拱的妹妹 已经委屈你勾酒了 婚事绝不能再让你受气了 放心 你的事爹不管 哥管 你不是总说要嫁个自己喜欢的吗 二哥给你做主 只要你喜欢 我绑也给他绑过来 可赐婚毕竟是圣意啊 我林家效忠陛下 可也却没说 把女眷都搭上 逼急了 大不了抗制 二哥对我好 我心里都记得 有个哥哥可真好 婉儿 让凌儿陪陪你吧 女孩子家聊聊天 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 只是别聊得太晚了 耽误了休息 行了 凌儿 外边风大 待晚上进屋吧 好 放心吧 到时间 我催她休息 今晚你要留下 是啊 其实不用的 还有那扇窗 常常打开 至于晚上要不要关 那就小姐自己决定了 毕竟 还要防着别人夜里家 定要今晚 我都好久没住这儿了 怎么 你不像我住啊 女孩子 她欣 quase 她 niemand看我抓 Conti 我ANK ONE 这样一切很新决定了 你需要吗 你就如果她们能拆 librして 贵她 京都守备 夜中的毒女 没听过 四大宗师之一的叶刘云 是他叔祖 这丫头啊 红小喜舞 就爱打架 他为什么打你啊 他以为我是你 那他为什么打我呀 他与王儿私交甚好 想必是听了你的传闻 不愿王儿嫁给你 我考虑好了 过了今晚 我便去饭府门上 去做什么 那饭仙不是学过舞吗 我上门挑战 到时候狠狠揍他一顿 一定断了他取你的念头 别在那就吹风了 把窗户给你关上 站住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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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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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